美国众议院共和党研究团队 二日公布病毒源头的第三份调查报告 直指疫情爆发源于一种基因改造病毒 大量证据显示与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关 时间点落在2019年9月之前 台湾抗SARS-01前卫生署副署长李龙腾 向新唐人透露这份报告的可信度高达九成 因为2019年9月他仍旧在中国武汉演讲 李龙腾表示当时在中国有私下了解情况 但没办法知道的很详细 直到回台后他赶紧查了相关资料 从三篇文章中发现端倪 七八年前就开始发表了那个 从那个蝙蝠身上找到的一个冠状病毒 又过两三年又一篇文章说 除了可以造成一样传染给人之外 还造成一些什么样的病出来 我在想 其实关联性好像越来越强 从这里看出来应该是武汉实验室 不小心露出来的 原来可能是这样子和跑到全世界去 李龙腾透露自己有相关研究 因此或美方征询就中共疫情来源真相 做长时间交谈 会谈后的第二个礼拜 美国卫生部长阿萨尔就宣布要来台湾 李龙腾推测应该跟这件事有关联 除了美国国会提出具体报告 总统拜登也要求情报机构 在八月二十四日前向白宫提交报告 对此李龙腾表示看法 可以看到俄罗斯中国跟北朝鲜 你几乎没有办法去知道他们真正的疫情 发展到什么地步 有些东西你如果他被掩盖住了 你根本不知道说他到底会在突变多少次 会在传给多少人 这个确实真的是有他的感触 中共病毒自爆发以来 全球已超过两亿人确诊 至少430万人死亡 加上病毒不断变异 全球积极挖掘 中共病毒起源真相脚步 从未停歇 新桃兰亚在电视 直线离离离惊惊 台湾台北报道 是几乎是转换的 Bell 有点 Liu 对